大家好,我是亞爾夫面 這次來打那個魔人戟 凱斯特諾礦山 我還沒打啦,然後這次來挑戰 不使用道具,然後換獸終結 然後不能有人陣亡 這兩隻很麻煩 我應該會倒掉啦,所以我要用很快的速度把他們兩隻給清掉 因為我的範圍技比較少,所以要清掉這兩隻是比較麻煩的 來,我們可以降的都給他降啦 這兩隻的血月大概... 嗯... 三十幾萬多,我就是覺得清得掉啦 然後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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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很穩 非常穩 哎呀,非常穩 直接清掉這兩隻 原來我本身沒有打過,所以說怕怕的 嗯,怕怕的 因為我真的是帶Bonus隊伍啦 我...隊伍其實沒有很厲害 哦,很輸很輸,傷害其實很輸 我的...好友Carrie竟然是打得那麼痛啊 這應該是可以一路殺到王冠啦 這是極限,轉將會出不來 欸,沒有啊,應該說幻獸,幻獸會出不來 多打,多打,多打一點,多打一點 哎呀 幻獸會出不來呀,我的幻獸會出不來 嗯... 糟糕 哈哈,幻獸會出不來 等一下,我們看看有沒有其他招式 呃... 降低對方 不知道是什麼,我是真的沒用過了 哦,還是打得死耶,好厲害哦 就很可能一路砍到王冠了 哦,青蛙 青蛙落火啦,所以說可以 呃... 有王者劍,先降,然後再用... 波索性 然後,打這隻... 我是希望極限條出來啊 對啊,出不來就很尷尬 哎呀,糟糕,沒打死了 啊,我死了 哈哈哈哈 我死掉了 好,換獸出來了 換獸,好,換獸出來了 換獸出來了 死掉了 糟糕 解不掉了 怎麼不能有人陣亡說 對啊 哎呀 那我先想看 封得掉嗎 各位觀眾 我覺得打得掉嗎 打不掉了 需要兩回合 糟糕 衝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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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們繼續打他 竟然那麼難對付 我決定了 我直接落防 對 我直接落防好了 然後 真的是傷害不夠阿 很想跟他拚啦 但是又拚不夠 想用極限技阿 不然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我用 我用他極限技然後去輸出 對 場槍正面突擊 應該可以吧 好 可以收掉 唉呀 我的 我的 利波特斯 竟然趴掉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 這個隊伍真的都沒練了 你看他幾等而已 十四等就對他出來打架了 欸 怎麼沒有 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沒有換刷雙錢 我把他不是丟了嗎 好吧 這是 殘練 我再繼續打就好 我打得贏啦 只是 有點 小尷尬而已 沒關係沒關係 那個後面再慢慢解就好 來 給大家看一下裝備 所以 這隻是BONUS戰隊啦 所以說基本上沒有說很強 我唯一的坦克應該是他吧 物理 跟 物理比較硬啦 感覺就是要回殺了 感覺撐防沒什麼屁用 反正全部給他代攻擊裝 然後他比較特別他是有2-6 然後有抗性全抗 主要是要抗混亂啦 混亂 混亂 混亂跟中毒 混亂跟中毒 其他 還好 其他還好 然後一樣 就是 能夠撐高就撐高啦 裝備大概就這樣 好的 這隻攻擊力比較高 這隻有1300 這拿長槍嘛 直接 就直接戳 戳 戳吧 如果真的打不贏就跳上去戳他 然後這是出來練功的 經驗子裝 帶經驗子 帶經驗子 這是來吸趴的啦 真的是來吸趴的 然後這個也是 這兩隻是來吸趴的 其實沒什麼功能 他們的功能就是 吸好吸滿 吸好吸滿 好 大致上介紹就是 這隻王會 放混亂 以及中毒 如果你要長期抗戰的話 最好這兩個抗性要帶 然後 最好撐一下 有點撐暗抗 他會用那個 大量的中毒 暗屬性 暗屬性會幫你上中毒 好 大概這樣子 但是 難打的話應該說是 如果要帶bonus 對 如果在 沒有練好的情況下 打是很難打的 如果你用一般的 你原本在使用的 正 正攻的 你的一軍部隊去打 應該是很好打 然後這隻王是怕 怕火 然後植物型的 所以可以帶那個 火煥去打 好 打這張分享在這裡 好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掰掰